可惡 那個賊呢 喔 真會跑 逃上屋頂了 想盡著前面的工地偷生 門都沒有 這樣怎麼走 就類似了 啊小虎哥哥 原來是阿皮 你有沒有看到一群標型 標型大漢跑過去啊 有啊 都往那邊過去了 我知道了 謝謝你 小虎哥 下次有空找我玩喔 嗯 好 圍弓跟強弓差在哪裡 這是新的喔 以前好像沒有 我們看一下可以看到什麼 喔看到血量 好窗雲掌 欸很普通就這樣 好 怎麼了二賊跑不動了嗎 哼 小鬼 你想抓到我 你手下全部被我收拾了 卸下來 該你了 束手就請吧 究竟是何人 竟敢與我大王作對 抱上沒奶 你們這群鼠輩 好大的膽子 趁我奉使命外出七道不在 竟在杭州城裡 唯非作膽 既有王小虎在了 你們休想得逞 嘿 什麼老虎小虎了 老子還到何方神聖 原來不過是個 明不見精壯的乳臭之輩 現在就讓老子好好教訓你 哦 兇 兇 兇 連斬 immer 怎麼敵人的招式比我還帥 贏了 輕鬆 這倒匪頭子已經被我捉到了 現在就交給你們發露了 也不在這段期間啊 看來我們行中放了不少暗 擠一擠一手透頂啊 擠鬼你才一回來 就立刻逮到他 真是夠了的 哎 是啊 小伙子半年來 都在其他巨型蠻子抓賊 反正把張杭州之家給冷落了 有恩大哥 請別這麼說啊 小伙封是命之命 外出著謀武藝啊 小伙啊 你可不要太心虛 就是啊 就是 小伙做人是太老實了 咦 發生什麼事 這般熱鬧 我說啊 如今的小伙 簡直是其得勝那小的翻版啊 是啊 是啊 再要不了多久 必定的陽明無虎四海啊 對啊對啊 單真英雄駐三年 小虎啊 回來可真是太好啊 經過杭州城可以大大安心啊 咦 大神 請教一下 這位小哥是誰啊 整體大家對他账募絕口的 哎 小姑娘 你一定是外地來了吧 那是我們杭州城的少年英雄 王小虎啊 王小虎 呵呵 偷吐的名字 居然是什麼英雄 哎 他是本地一位退隱 名補神眼的得意弟子 他家附近呈現不少的盜賊神之以法 真是言輕有為啊 哦 抓幾個賊都這麼說歡迎啊 那我可要好好挑戰一眼 咦 手臂上那個是 哎 小虎 我們趕緊把這傢伙壓星星關吧 好 我陪你們同去 自己快快處理完 你就會找你回去見你師父啦 能不成 他就是 蛋哥不少時間 這下可以真的趕緊回去見師父才成 好 這邊有一個劇情 應該說直線啦 嗯 那你怎麼搞得到 相當地位是 我愛得到 雞尾 最有補貨 要自動配送的 豆腐 豆腐 什麼意思 他說有鬼怪是什麼 左邊這個吧 有 友情指揮拳 在右邊 這邊好煩喔 哇 耍我啊 就這樣 我被耍了 這怎麼回事 從那屋子裡出來的聲音 啊 好像是那個小女孩 算了 一定又是在騙人的 還是別管好了 不過這有什麼危險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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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桃 楊桃 支線這邊都不特別講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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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葫蘆 九葫蘆 九葫蘆好像在外面齁 還有這個先不用買 那我們先 跟這個呆頭偶爾講齁 剛才講好幾次之後 會有天使匯捲 靈約天使匯捲齁 好 好 啊 我珍常這次匯捲1 23 這應該是可以的吧 等一下小哥 姑娘 是你在叫我吗 那是啊小哥 哎呀 我说这位勇俊 勇敢俊巴的小哥啊 人家有件事想要麻烦你 先等一下姑娘 有什么话可以好好地讲 不许如此 喂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我与姑娘说过相似 赶紧姑娘是认出人的 我还有钥匙在身 是不奉陪 失礼了 告辞 等 等一下 别走啊 人家只想请教你手臂上的老虎图文 怎么来的而已 原来你只是要问我这个 是啊 不然你以为我想干嘛 啊 对不起 我误会了 小姐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很好奇 这虎丸是台鸡 当我一出生就已经有的 所以我爹就帮我名字取出小虎 台鸡 天生的台鸡 是啊 那你是虎年正月正日 五十一刻出生的吗 姑娘你怎么知道 太 太好了 没想到世上真有此人 太好 太好了 姑娘 姑娘 真是奇怪的人 也罢 那是姑娘 已无他事 请说在下也告辞 小哥 我有件事想麻烦你 嗯 人家怎么跑了 呵呵呵 呵呵 所以我跟他现在一口 她不懒讨 我看了 那你就找到了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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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 咳咳 咳咳 他到了 啊 才拿一個止血草而已 师父 徒儿回来了 嗯 师父 徒儿回来迟了 请师父原谅 因徒儿入城时 发现一群贼人心之一可离 并根据前去 契捕 就与他们在城北大幅攻定那 交上手 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 哦 神父呢 徒儿赢了 那这一坨死的是一口大刀 徒儿只用了二十招就要拿下 且已压送衙门 你的对手是盗王 查鞋吧 嗯 您怎么知道 哼 那家伙是直升盗王 在武林之中怎么犯犯九六小时吧 无需得意 隔矿会将魔刀刀绝刀意传手于你 你在刀划上的造业 自然高于此倍 加上你从小练着穿云爪 苦练这么多年 对付这属辈 还要用上二十招 这是丟进我的脸 士师师师师师 我我 哼 還好意思說 他第八招刀砍進左肩的時候 令川雲掌的起手勢 早就能打他的面 他第十四招削你左小腿 接著要拼你的左臂 令川雲掌跨不回事 就在川雲烈石一招 變個封鎖上構思 並直起他的胸口輕易取勝 他的刀招缺點近在眼中 而你卻不會活用 對不起師父 笑我慚愧 師父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這麼清楚啊 你是不是在旁邊偷看 用了掌招去玩刀法 用刀法都玩了掌招不是嗎 說我多少回 你就是腦子硬 不是螢火運用 萬一哪天遇到真正的高手 你肯定要吃虧 是拖禁師父的教誨 唉算了 你的江湖歷練上前 急不得的 無必要牢牢記著 最善使我 有人洞察仙級之一方 才能長勝不敗 是師父 走走 快點啊 小虎 師父 什麼事嗎 小虎 在我旁邊桌上有個包裹 去幫我拿來 是 圖有救救去哪 欸 欸對齁 打下籃的時候他也在 欸 果然是跟蹤狂 哈哈 師父 包袱拿來了 小虎 你又好些年 沒有回宇航 只能跟家裡通通熟悉 何佛想念你的父親 當然想的 師父 不過從師父 家父 親中得知他生者很好 家裡也一切平安 如果不用擔心他 還有我安心留在杭州 幫師父與他們的忙 嗯 他就替我將這包袱 帶回宇航 交給皇府兄 順便回家看看你父親 師父 你的意思 這樣讓圖兒回家一趟 嗯 包袱裡頭有封信 你替我交給皇府兄 師父 是什麼信啊 別問這麼多 到你帶皇府兄家 把包袱和信交給他 路上不可打開 知道了嗎 是師父 嗯 那你去吧 師父 那請你自己多保重 圖兒就盡快回來 嗯 快去吧 是 圖兒告辭 小夥 一路上 小心點 再見了師父 再見了 拜拜 唉 這些年沒回漁航 不知村子裡的人 還記不記得我 看我長這麼大 包轉嚇他們一跳 阿 阿 長那麼大 你說哪裡大了 小虎 哪裡大 阿